就是 你知道 聖地還是屬於我們 好 這邊感謝周宜翔 這邊溫馨小提醒 你的隊友已經準備好了 恭喜周宜翔也恭喜領航員 謝謝 還好我有提醒他 但是看起來隊友是不會放過他 他應該會享受這個過程 周宜翔從加入到了瓜斯蒂之後 去年在鋼鐵人受到了傷勢的困擾 我相信他會蠻悶的 今年賽季其實也是花了一段時間再重回球場 能夠在這一個時間 球隊要競爭季後賽的關鍵時期 找回自己的自信跟幫助球隊贏球 對整個團隊跟他個人來說應該都很重要的